从7月1号开始高雄市的饮料店不再提供一次用的塑胶杯 环保局就号召了12家饮料店 组成了饮料店减缩大联盟 不仅提供自备环保杯至少5元的优惠之外 是否在加码折扣5到10元的优惠 市长陈其迈也化身饮料店的店长为活动做宣传 爱喝饮料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化身成为饮料店的一日店长 从加牛奶调甜度再到加入冰块 就连咬饮料的动作也有模有样 从7月1号开始高雄市饮料店不得再提供一次用的塑胶杯 因此市府环保局就号召12家饮料店 组成饮料店减缩大联盟 为节能减碳尽一分心理 高雄市的能饮店2800多家 是全台湾最多家的一个城市 那因为我们天气热 所以喝能饮的人非常多 那我们的估算一年大概用掉2.2亿个塑胶杯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透过 这个环保杯的使用来替代这个塑胶杯 那希望说能够减量至少1.2亿个这个塑胶杯 那也希望说能够达到减碳 可以达到大概有62个凹子底的这个碳吸附量 大概有6100多吨的这个碳 为了替自备环保杯熊优惠活动宣传 陈其迈不仅帮现场的民众提供客制化的饮品 还来者不拒在环保杯上签名 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目前大部分的业者都提供自备环保杯 至少5元的优惠 从7月到9月 环保局在加码提供优惠 最多可以省下20元 每个礼拜三 从7月1号到9月30号 假如你拿环保杯 那你来饮料店 我们合作的厂商消费的话 那厂商会折价5元 那我们市政府会折价5到10元 那最多的话 那就可以折价20元 就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尽量使用这个环保杯 这个也因应的这个我们2050的 近年排放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市政府也要特别呼吁 所有的市民朋友 像我一天大概都要喝一杯以上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来响应 节能减碳 环保局表示 期盼透过活动 让民众养成自备环保杯的习惯 从生活转型面向去减少碳排放 目前已经有9成以上的店家 配合7月1号的新政策 如发现饮料店没有符合 现用塑胶杯的规定 环保局将持续辅导 并给予改善期限 借其还是违反规定将会依法开罚 鼓励民众自备环保杯消费 一起让城市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